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此时此地 作者是刘子杰 这个名字很熟悉 因为凯宇在去年 有跟子杰一起聊 他的成名作叫做 父后七日 我想你听到父后七日 又会更熟悉了 这本书是子杰 继父后七日之后 所推出的散文集 关于他自己的心灵沉淀 阅读 还有一些成长上面的体会 当然了对于整个 所谓书籍市场来说 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定位 成为一个心灵旅游的分享 但不管如何 你想把它定位在哪里 那么今天邀请到子杰 就坐在我对面 请他来为他自己的作品 设定一个 或者是去谈一谈 他所在不同时空 不同状态底下 他所认知到的自己的孩子 到底有哪些面向 子杰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子杰这本书叫做 此时此地 其实我必须讲 我知道你推出了 这一本新的散文集 那么我又知道 他的书名叫 此时此地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很 很特殊的感觉 似乎你好像要分享一些 有别于过往 大家对父后七日的印象 那么的情绪充满 那么充满很多情绪上的 撞击的不一样典型的东西 那这本书 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由你自己来说说看好了 我觉得光是这个书名 就很难去解释 跟怎么样去意会跟体会 因为就是一个此时此地 对 那所以他也并不一定说是要 特别把他讲得很艰深 然后或者是很悬疑 对 因为就像我们坐在这边 他就是一个此时此地 对 那所以这一本书好像 乍看之下是写很多旅行的经验 可是其实我在写的是每一个旅行里面的瞬间 然后用有点把它拆散的像拼图式的 重新的再拼凑起来 对 那其实每个排列 它好像看似是有一点关联 可是其实读者又可以很任意的把它翻到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任何一个章节再重新开始 对 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 它是一本在找读者的书 对 我刚刚问你 请你就是自己为你的小孩 去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其实我必须说我在问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给你一个 可能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还是要问呢 其实回应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在心理治疗的领域里面 非常强调Here and Now 你此时当下的状态 一个人唯有能够去安住在每个此时当下 他才能够去看见他生命的一个模样 并且在每一个当下或每一个状态里面去选择 最适合他的一个内在跟外在的呈现 好 那如果回到我读你的作品的一个经验 其实他就像是一个什么呢 就像是一个 比如说我在读你开篇的向田邦子 虽然我是透过你的作品 我才知道向田邦子这个作家 可是似乎我在看你透过跟寻找向田邦子 这一篇的很多历程跟互动当中 其实我必须讲 虽然我不是一个文学作家 可是我在里面却看到了自己在探寻很多 内在世界的一个缩影 可能我对于一些所好奇的事 比如说我在交互沟通表达 我对于一些大师 对一些心理学家的追寻 也会有一种好像超乎理性的部分 或者是超乎我可以言说的部分 那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你的写作历程当中 如果以向田邦子 你开篇的第一篇的这样的一个 叙说上面来说 他到底对于你 因为可能很多人知道刘子杰 很多人知道复活七日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你怎么看待其他的作家 或看待你自己在生命当中 你会去追寻的一个作家的生意 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篇 虽然是整本书里面最长的一个篇章 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严肃 因为我原本设定的追寻应该是 我必须要好好的再去把日文学好 然后读很多日本 对日文的论文学术报告 也是对他的研究 对而不是这么的随性的旅行式的追寻 可是会选择这样子是因为 我觉得 其实每个追寻他都 他都不只是单向的 不是单向我在找他 那有时候是我在找他的过程 我也去发现一些自己的 我没有看到的部分 对 那是借着他的作品跟他的生平 去跟我自己做对话跟连结 对 那有些部分没有把它写那么清楚 例如说 为什么最后要用那么多的篇幅 来描写一个在青年旅馆里面 卸购的法国男士 那其实是 我想要把它连结回 其实向田邦子他自己的 爱情故事是 很受到读者们好奇跟关注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像我在你的这一篇里面 有读到一篇文字 我特别念给我们所有的 听众听听看 他说 我们读着白纸黑字的时候 是静默的 但他其实已经涌动着 作家的音质与声线 原来就叫做共鸣 其实当我们本身 在看待这一段文字的时候 你身为一个写作人 那么 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 一般人 认为是一个作家创造文字 可是有没有可能 似乎我在你这一段文字里面 发现一件事情是 文字创造的作家 或者是读者创造的作家 那这中间的互动关系 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声音 因为我们 常常去忽略掉作家的声音 什么叫作家的声音 这个好有意思 作家 就是他真正的声音 是一种听觉上面的感受呢 还是什么的 因为也许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它是完全静默的 完全安静无声的 可是其实我们读者的时候 会去想象作家的声音 会去想象是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音质 跟声线 高低起伏 对 它是比较低沉的 或是比较尖锐的 他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可是一旦到我 真正戴上耳机 听到这个 以示的传奇作家的声音的时候 我才想到 原来他的声音是这个样子 对 那那个触动是很利己的 可不可以多说一点那个触动 跟你想象当中的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或者是相同之处 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只是 因为已经看着 静态的摆设嘛 向田邦子他的遗物 他的 甚至那个桌子上面 就摆了一个水杯 一支笔 然后一叠 他还在看的稿子 然后旁边有很多他那种 品味非常高雅的 进口名牌风衣 对 然后他的 其他的 他的收藏的厨房的器物 他的藏书等等 那其实看这些都是静态的 是 那 甚至 他那边有在播一些动态的影片 但我没有很仔细的去 听他的声音 是 对 就是动态就是他上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影 是 对 然后其实我 纯粹只是觉得是像逛博物馆一样 好玩 他有什么设施就停下来 这个站点就停下来 玩一玩 所以我就看到桌上有两个耳机 对 然后就带上其中一个然后按了那个播放键 他的声音就 非常的轻柔 对 可是在轻柔之中他却有一种 坚毅 那 其实我听他的声音的时候 我眼泪是 没有经过大脑 我没有去想说这是 什么样子的感动 尤其他讲日文 我又听不懂 听不太懂 对 可是眼泪就直接流下来 你现在已经快要把眼泪流下来 你幅度又回到那个 对我现在 现在还记得他的声音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分享这一段吗 或许 可能不是有那么多我们的听众有共同的经验 但是我想要希望透过这样的互动 呈现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当你仿佛的是拉开关于向田帮子 这个人的抽屉 去看待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人除了知道这个名字 或知道他的故事以外 不会去看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一本作品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录音之前 你跟我分享的 它仿佛就是 翻开了子节你的抽屉一般 它是 它是去寻找 有缘的读者的 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 透过我们的聊天互动跟访问 希望真的让有缘的人 因为如果你想受过父后期日那种 大悲大笑 然后情绪上的冲击撞击 觉得太过瘾了这样子 那么其实有时候回到 我们说真实的生命 它多数的时候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是伟大也伟大在于 在这些平凡当中 找到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独特 但是却跟万物产生连结的一个悸动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想回到我们的听众 都多数是一个读者 我们享受一个作品 享受一个散文 享受一个人生命 就想拉开每个不同作家的一个抽屉 但是今天能够跟子杰这样的互动 也是希望让你还没有读过的时候 可以先领略一下 这个抽屉是长什么样子 而且体会一下子杰的声音 那么我接下来再谈另外一个东西 既然是谈谈子杰的抽屉的话 那么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在你书中有提到很多 关于你的阅读的经验 是一种在生命当中一个片段的呈现 比如说你有提到 你跟你妈妈顶嘴 有没有 你为什么小时候要让我看那么多书 让我有这么多的 自己的想法跟自由意识 各位谈一谈 阅读至于你的关系 从特别是在整个脉络上面 从你推出了父后七日到现在 那当然也有很多 你自己独特的生命的旅程 那这阅读似乎在你 特别是情绪撞击当中 比如说你在书中 有提到另外一个经验 叫做你车子丢在半路嘛 对不对 然后把那个修车厂的大哥搞的 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 这样子 你可以多谈一些你在书中呈现的 当然我也希望你可以 更多去谈一些 阅读至于你在不同生命阶段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书呆子 书呆子不会吧 常常在一些座谈的场合 会遇到一些妈妈读者 然后或者是亲戚的 已经当妈妈的 那些亲戚朋友们 然后他们就常常问我说 要怎么样让小孩爱看书 要怎样培养小孩的阅读习惯 我给你插播好不好 好 我觉得因为我也去上那个 爸妈种很大的节目 担任心理专家 然后有很多爸妈也是 那个录影完之后 也说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 他们把自己的需求 或者是缺乏投射到孩子身上 你越是要去压迫人家 人家越不想读 题外话 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是 我觉得这是天生的 对 他就像 当然那个环境很重要 就是像我的父母 他们从小是 在阅读的资源上面是 让我们不予匮乏的 对 可是同样的家里随时有那么多书 可是 好像小孩子里面就我在看书 然后我哥哥偶尔看一点 然后我妹妹是很少看 就一直到现在 对 所以并不是说给她一个怎么样环境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压迫她 把她带到图书馆 规定她一定要看完几本书出来 还要考试 她就会去看 是没错 对 那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习惯 对 那 就好像 我们也不看书 但她的手很巧 她可以做很多的裁缝拼布 可是这个就是我 永远做不来的事情 对 那 所以这是 我觉得没有办法培养的 对 你知道很多父母听到这边就 只要疯掉了 只要 看她喜欢什么 然后帮她 如果说她喜欢烹饪 她很喜欢运动 是 对 就往那个方向去就好 并不一定是 一定要什么爱看书的小孩 不会变坏 是 对 是 那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 我永远都是在找 我要 读哪一本 下一本书 我还要再读更多的 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在哪里 对 所以阅读 甚至于生命 然后任何东西 其实不是用强求的 对不对 对 然后甚至是 回家 如果 我发现手边忘了带书 我就会 很焦虑 好像那种 书片你的安慰剂就对 对对对 高血压 患者忘了带血压药 因为啊 就是在 我这么说的一个原因 去提这个原因 就是我一直在咀嚼 可以说 这么说 咀嚼 叫做 你在一进录音室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 这本作品 其实是在找读者 似乎 这样的想法 跟你看待阅读 和看待生命当中 很多事情 是 很有关联的 我觉得 你甚至于我都可以这么说 就像 你自己形容 父后期日 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 它根本是一个奇迹 它不是常态 对不对 对 对 那这就是你的voice 就是你的声音 就是你的 脑中的一个真实的呈现 那么我想 对于 我身为一个读者来说 真的 一个让我能够去 安心的把我生命当中 某个 时间跟地点的交会 交给你的 或者交给某个 作者 就是一个 这么真实的一个状态 否则他如果 永远是要去追求 一种 所谓的那种 非常强烈感官刺激的 我真的很高度的怀疑 这样的阅读 对于 读者或作家本身 会不会造成一种 很奇怪的扭曲 好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有一个部分 就是在于说 我觉得生命 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好像是漫谈 谈到向前帮子 谈到你的很多的一个经验 写作等等的 可是我看到 你在你真实生命里面的行为 却一直是在做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也是很多现代人 他可能会去追寻的东西 叫身心灵的成长 对 那这些东西的扣连 比如说在瑜伽上面的修炼 比如说在可能一些 我想你应该也透过旅行 去追寻很多这方面追寻的步伐 或者是去上课学习或体会 Anyway 那你在这种身心灵上面的追寻 尤其当你经历过 哇 父后七日可以说是一夕爆红 这么讲应该不夸张 那对于你 后来在身心灵的体会 这到底 你跟以前的这样的一个 这么绚烂到现在 当然不是说现在不绚烂 而是现在 你回到一个 回到一个 你接下来生命要重新开始 或者是重新再去进行 它的一个 每个当下的觉知的一个 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 比如说在瑜伽的修炼 到底对你来说 有什么样在 你想要给读者 或者想要给自己生命在写作上面的 不同的呈现跟沉淀 因为我觉得 瑜伽他给我一个 很大的礼物就是 我们先不去讲那么 神经灵的用语 说安住在此时此地 安住在当下这样 因为瑜伽 他很有趣的是 就 我们连结我上一个问题 就是 关于我是个书呆子这回事 对那 一个书呆子再去练习瑜伽 实在是太幸福了 因为瑜伽有很多很多的经典 是 那 他甚至是从 原来是指这个 对 从古老的印度 西元前的 被口传下来的 记载在 树叶上面 再慢慢手抄下来的经典 对 那 他最好是用泛文写成 然后后来 有人翻译成英文 然后这几年 因为台湾瑜伽红了 所以才又有 从英文翻到中文 那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会 就 翻翻音 音翻中 这样不断地去 反复地去琢磨 对 那 他其中有一句话 就是瑜伽经里面 很重要的一句话 说 瑜伽他就是 处在一个 舒服而稳定的位置 嗯哼 对 那我觉得 不管是在 生命的低处 或是高处 我都一直用这句话 在提醒自己 舒服而稳定的位置 检视自己 我 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舒服吗 嗯 对 我觉得稳定吗 嗯 对 那 包括说 呃 复后期是爆红的时候 我在 在美光灯下 我都会去 要 自己 现在要处在一个 舒服的位置 对 对 我在 在受访 在帮读者签名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要让自己舒服 那如果说 今天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嗯哼 我觉得 不是我该 嗯哼 有的样子 嗯哼 我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如坐针毡 我觉得呼吸急促了 嗯哼 那我就会 要想办法 把自己从这个位置上 移开来 嗯哼 嗯哼 当你遇到这种 让自己不舒服 又不稳定的状态 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会想什么呢 下次不要再来了 下次不要再来 可是生命就是 它 它始终会来的吗 嗯 可是我觉得 有些 事情是 例如说 嗯 过多的 演讲的 邀约 那我觉得 我是一个写字的人 不是一个讲话 嗯哼 嗯哼 对 那 我不可能去 放掉 我该做的事情 嗯哼 就是 写东西这件事 而去 跑很多演讲的场次 嗯哼 对 那如果是那样 真的就会让 我不舒服 嗯哼 那 因为你身旁一定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一些 说服你的话 或者是似舍非的话 因为 我觉得过去会觉得 我害怕得罪人 是 是 对 那我这样会被人家说你很搭牌 是 对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就学会勇敢的拒绝 因为当我去做 我 我强迫自己 让我自己不舒服 而去做事情的时候 嗯哼 我只会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嗯哼 对 我会被推向那个 更虚荣的位置上面去 可是如果 我 是回到一个 安静而 安分的 写字人 嗯哼 我觉得 这比较像是我跟我自己在一起 嗯哼 嗯哼 其实呢 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要面对最大的议题哦 嗯哼 可以说是恐惧对不对 嗯 对 嗯 恐惧 呃 但每个人面对恐惧跟挑战恐惧的方式 有非常的多 那如果 我 整个 此时此地这样子读下来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是在 透过你旅行的经验 看待不同事件的经验 不同的生命的撞击 很多的追寻 然后很多生命当中一些 令人哭笑不得的意外 嗯哼 来不断的回去面对 恐惧这个议题 嗯 甚至于在你这本书的最后的后继 它的标题就是 我还 害怕什么 然后 第一句话 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每每在座谈会 都会突然冒出 好厉害的读者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我就来全冲那个好厉害的读者好了 哈哈哈哈 呃 我想你写完这一个 呃 此时此地 应该说出版此时此地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几个月了吗 嗯 呃 2012年11月 又保评出版 此时此地 嗯哼 那么经过这几个月 这时候如果再问你这个问题 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 嗯 我觉得还是一样 嗯 因为现在对我来讲 最重要就是健康 嗯哼 对 因为像 呃 我是常常走路不看路 不是 也不是不看路 太看路 是 就是太 太去看 周围的 的 嗯 好看的东西 应该说你 应该说你 你太看 你太看路 以打至于没看到脚边的东西 呵呵 有可能是这样子 对 这样这样讲 从修正 你太看路 而没有去看你即将要去的地方 有没有危险 呵呵呵呵 对 所以我就 就就常常会 踢到啊 踢到啊 跌倒啊 呵呵呵 对 嗯 那 然后像 像我之前 呃 上个月 我跌倒之后 我就会想说 糟糕了 我 我接下来要去旅行 嗯 然后我接下来 我可能一个礼拜 不能上瑜伽课 嗯 嗯 对 所以我就还是健康 嗯 嗯 嗯 最害怕还是失去健康 嗯 因为 现在对我而言还是 或者是说 我因为旅行回来 然后要调时差 然后有几天作息 很不正常 嗯 我就会想要 赶快赶快把它调回来 强迫自己调回来 因为 一旦 作息不正常 作息大乱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会 很没有精神 你要让自己进入舒服 且稳定的位置 对 嗯哼 嗯哼 对 所以 其实 我回馈 最后回馈给你 我自己阅读的经验 此时此地 真的 我在读 每一篇的过程 我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时间 一口气读完 我就是几篇几篇 这样子看 嗯 一直到你说出 舒服而稳定的位置 这时候我终于才能够找得到词汇 来形容我读你的作品 的到底内在经验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舒服而稳定的位置 嗯哼 我觉得这真的好棒好棒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一直真的觉得 如果撇掉行销的目的 真的把它摆在旅游书 或者是旅行文学 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嗯 它其实是 涉及到的是更多更多的 可是如果摆在身心灵 可能就 更难接近 对因为我们毕竟活在 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没有关系 我们活在世界 但不要属于它就好了 OK 可以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接下来一些计划吗 听说你好像还有 即将有电影剧本要推出 嗯对 但是因为电影 它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辰 那其实我在 写复后期日 跟写此时此地中间 已经有一部电影剧本已经完成 现在还在筹备 一直在筹备 嗯对 那今年还会有两个 新的电影剧本要写 嗯哼 我必须说 梓杰你总是让人这么的期待 对 但是它就是一个要等的过程 没有关系啊 如果没有等待期待 就不是期待的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今天很谢谢梓杰 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 可以让你自己 透过一个舒服而稳定的阅读经验 找到一个舒服而稳定的位置 就是此时此地能够带给大家的 OK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啰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此时此地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 期待我们未来为各位推出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